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每天单独回主 与神面对面的时刻 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福音第八章11到21节 仿贝法利赛人的教 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 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想要试探他 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 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 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 他就离开他们 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 门徒忘了带饼 在船上除了一个饼 没有别的食物 耶稣嘱咐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 和西律的教 他们彼此议论说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 耶稣看出来就说 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 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 你们的心还是鱼丸吗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 有耳朵听不见吗 也不记得吗 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 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 他们说十二个 又掰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 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框子呢 他们说七个 耶稣说 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教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力量 他可以是好也是坏 虽然他并非经常如此 但是在犹太人拉比的思想中 教通常是邪恶的代表 当耶稣用教来形容法利赛人和撒多该人的腐败教义 他是指教的负面意义 同时耶稣用此来形容西律 在另一些经文 法利赛人的教是指他们的虚伪 保罗用同样的观念去比喻道德上的腐败 基督从正面的应用教是面团发起的概念 给他的门徒一个简短而深刻的比喻 表明神的国在世上有深远的影响 教在犹太人的观念上 印象上面 在使用正反用法 仍是要看上下文才能够得知 而不能一面倒 全世卫是负面的 在今天的第八章中提到西律和法利赛人的教 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 在别的经文中说到是防备法利赛人 撒多该人的教 其实这三种人代表了整个世界上的每一个阶层的人 新约中的面教有三 法利赛人的教 他们的教训注重外面回大的礼节和仪式 有仪式的人都为此骄傲 撒多该人的教训不信超然 西律的教是属世的喜欢政治活动 并且逼迫教会 教就是教训或者道理 也可以作为行为和道德 两者向连接 先有不正当的道德 才会有不正当的行为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 就是耶稣透过上下文要告诉门徒们 要防备哪些教哪些问题 第一就是防备法利赛人求神祭的问题 十一节到十二节 法利赛人与耶稣辩论 法利赛人很喜欢跟别人争论 他们非常的喜欢观众那些 无济之谈 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四节 也不可听从荒谬无评的话语 和无穷的家谱 这种事只剩辩论 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法利赛人他们常常关注一些 没有意义的争论和辩论 耶稣叹息他们这个邪恶的时代 因为在马太宾十二章三十九节 耶稣回答说 一个邪恶隐乱的时代求看神迹 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十二节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 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 我是在告诉你们 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 在这里新一本特别的翻译成 总是求神迹 我们看到五千人吃饱以后 他们跟着耶稣就是要看神迹 看一些神奇的事情发生 他们觉得非常的刺激 求神迹是一种属灵的虚假 表面上看似非常渴慕 其实这都是一种假冒为善的 保罗说 他只求传扬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他说到犹太人是要神迹 希腊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师 在外邦人为鱼琢 但在那蒙昭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保罗特别的提醒 我们不要追求神迹 也不要追求智慧 我们所要做的 要追求的就是耶稣基督 并他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面 第二方面 就是防备 法利塞人和撒族该人的教 指的是重物质 其实指的就是撒族该人 还有希律 耶稣提醒门徒防备 法利塞人教的时候 他们的第一反应 就是跟吃的饼有关系 认为是耶稣责备他们 没有带太多的饼 他们认为前面发生了两次的神迹 门徒们提前都没有准备 让他们觉得有点仓促 因此他们第一反应 都是跟饼有关系 其实门徒虽然已经跟随耶稣 但是他们还是非常看重物质与环境 其实重物质就是重重现实 被眼前的各种看得见的人 或者物困住了他们信心的眼睛 在耶稣每次的行这个五千人吃饱 和四千人吃饱的神迹的时候 都会问门徒 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们从哪里来那么多的饼 给他们吃呢 就是二十粮的银子 也不够他们吃 其实撒族该人 就是非常注重物质与现实的 因为他们不相信神迹 也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 他们有 他们有一套的背后哲学思想 其实耶稣提醒门徒要防备 但是他们其实已经被这种环境占有了 他们已经进入到 注重现实和物质领域的里面 还有就是西律 他也非常看重这个现实的世界 追求名利 地位 世界上的一切 因此为了得到 也不择手段 他为了得到兄弟的妻子 他也不择手段 其实这三个群体 常常也是互相批评的 法利塞人觉得 撒族该人与西律人太世俗了 撒族该人和西律也是同一个群体 都是从事政治活动的 因此法利塞人跟他们是有分歧的 他们常常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但是有的时候 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就是耶稣 他们却联合起来 在马可福音12章13节 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塞人 和几个西律党的人 到耶稣那里 要救着他的话 陷害他 我们看到路加菲 23章12节 从前西律和比拉多 彼此有仇 在那一天 他们成为了朋友 我们看这个世界 是多么的邪恶 因为人非常看重物质 当人看重物质 与现实的时候 人就会被环境 蒙蔽了信心的眼睛 像门徒们就是如此 他们已经完全的看不清前面的道路 他们也不明白 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的真理 他们在这个时候越来越糊涂了 说第三点 就是防备他们的心蒙蔽 17节到21节 耶稣看出来就说 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 就议论呢 你们还不醒悟 还不明白吗 你们的心还是于碗吗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 有耳朵听不见吗 也不记得吗 我掰那五个饼 分给五千人 你们收拾的零碎 装满了多少篮子呢 他们说十二个 又掰开那七个饼 给四千人 你们收拾的零碎 装满了多少框子呢 他们说七个 耶稣说 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其实这三种群体的人 都是被油蒙了心 他们并不明白 其实耶稣也是在提醒门徒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过来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在伊赛亚书六章第七节 也特别说到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耶稣在责备门徒的 鱼碗 责备门徒的 这种愚钝 并且他们内心当中 已经被 现实的黑暗世界 视力 物质 等等这种求神机 这些东西 已经侵占了他们的内心 以至于是他们不能够 完全的 能够走出来 他们已经慢慢的 跌倒进去 透过今天的经文 也是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看中什么呢 追求什么呢 如果我们追求物质 神机 现实 其实我们会 渐渐的心被蒙蔽 门徒最初跟从耶稣的时 心都是非常纯正的 就是单纯的盼望 米塞亚的国度 但是越到后面 他们的心 开始被这种教 开始侵占 耶稣也提醒门徒 要小心 我们看到 其实门徒最终 完全被这些教所充满 以至于最终 所有的门徒 他们都四散 离开耶稣 并且他们在去 耶路撒冷路上的时候 他们一路上 彼此不合 争论谁为大 就像法利塞人 跟撒多该人 和西律党 他们之间的争论一样 他们之间的矛盾一样 他们的勾心斗角 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政治上的勾心斗角 其实我们看到 整个世界都活在这种 被这种罪恶的教 那种邪恶的教所充满 耶稣今天也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要防备这样的教 否则就会影响 我们个人的生命 让我们没有信心 让我们看中的 都是世界的东西 不看中属灵的事情 让我们关注的 都是这个世界的 不能让我们专注于神 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 能够每天专注神 每天能够提醒自己 常常防备 各种各样的 这种世界的教 法利赛人的教 撒度该人的教 和西律的教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同时安静祷告 等候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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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